讲到记录第七讲 多多地读圣经 我们特别要问一问青年的弟兄姐妹 你每天到底读了神的话 你到底把神的话读了一遍没有 我们在属灵追求上 心很容易好高骛远 而忽略了这些基本的功课 你到今天 对于神的话还没有好好的 从起头到末了读一遍 不过是这里翻一下 那里翻一下 那我们就要劝你的读经方法改变一下 你要好好的有一个计划来读经 总的每天画出一定的时间 将神的话从起头到末了的读 我们无论读什么书 如果是随便的这里翻一点 那里翻一点 那就不能有多少收获 读圣经更不能这样读 从起头到末了好好的读过去 要从创世纪读到马拉基 从起头到末了读下去 从马太福音读到启示录 也从起头到末了读下去 要有安排 有计划的读 不然的话 再过十年 恐怕在神的话语上 还是很贫穷 读圣经需要用各种方法来读 这样一卷一卷 从头至尾读下去 是最初步的读法 此外还有一种读法 也是信徒一开始就需要实行的 这一种读法就是早晨起来读 这一种读圣经有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每天必须早起身 你如果身体有病 经过医生的诊断 告诉你必须吃一点 那是例外 每一个身体正常的人 都应当早起来 等到日头一发热 妈哪就取不到了 许多人读的时间太晚了 所以读不好 我们必须趁着清晨 好好读神的话 不过 没有一个人能够早起 如果他晚上迟睡 有的事物是这样 那是另一种情形 可是有的人并没有什么的原因 只是由于习惯 喜欢把事情拖到晚上去做 2023 嗯 操不能 劳把